挑战和丧尸玩捉迷藏 30分钟内不被丧尸找到 就可以获得一栋豪华别墅 伪装的方式自由选择 但只有10分钟的躲藏时间 三个人都手忙脚乱的 开始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处 熊大发现一间房间 他觉得这个墙面是很好的伪装地点 于是他找来多余的墙面的材料 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堵墙 从远处看没有任何发现 你们觉得熊大的这套伪装 能迷惑丧尸的眼睛吗 谁要是能打出这个字 我把他家的马桶全吃了 再看看熊二这边 他在屋子里找了一圈 找到了一堆皮艇 打算把自己藏进里面 为了更完美的伪装 还叫来了化妆师帮忙 把露在外面的脸 涂上了跟皮艇一模一样的颜料 这种颜料是水溶剂 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要是不仔细看 还真发现不了 熊二表示说 他选这个藏身地点 堪称完美 丧尸一定发现不了 熊三也找到了一处隐藏地点 他打算将自己藏进微波炉里面 从外面看着空间确实有点小 但这个微波炉底部和桌子是相同的 熊三先钻进了桌子里 然后将头也伸进了微波炉里 还把脸涂上了和微波炉一样的颜色 这样时级的伪装 人谁都不会想到吧 三人都隐藏完毕了 接着轮到丧尸来寻找了 他已经闻到人类的香甜的味道了 忍不住从监狱里挣脱出来 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 熊二意识到丧尸就在他的附近 这边的丧尸在房间四处寻找 很快来到了熊大所在的房间 此刻他闻到了新鲜泥土 以为这么大池子 肯定有人躲在里面了 毕竟人类的想法总是出其不意 他拿着铁铲挖了几下 没有任何发现 随即离开了这里 这丧尸该不会是眼瞎吧 竟然没有发现旁边墙壁上的熊大 丧尸没一会就来到熊三的藏身门口 听到丧尸的脚步声 躲在微波炉里的熊三瑟瑟发抖 丧尸在房间内翻箱倒柜 啥也没发现 正准备离开房间的时候 却听到一声笑声 好家伙 这熊三太过心急了 竟然没等丧尸走远 就忍不住切笑了些 一下子彻底暴露自己的位置 丧尸就这样发现了熊三 真是自作自受啊 丧尸晃晃悠悠来到器材室 只是他就随意翻找了几下 离开了这里 躲在皮艇的熊二 看着他离开后 也从中爬了出来 他表示要转移地点 找个地方躲藏起来 此时的丧尸已经饿到不行了 他觉得自己一定是漏掉了 什么没有发现 所以他打算重新寻找 又来到熊大藏身的房间 对着墙面摸了半天 终于发现异常 一下子撕开墙面 找到了熊大 现在只剩下熊二还没被找到 而对面将一切经过 看得清清楚楚的熊二 大戏都不敢出 努力伪装成了积木桌 他这样子会被发现吗 丧尸敏锐的嗅觉 很快就觉察到房间里 还有一个人 寻着器尾来到了熊二的身边 不得不说 熊二这笔伪装确实有点漏 但三十分钟的寻找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是丧尸挑战失败 因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 找到所有人 因此熊二获胜了 他能获得一栋豪华别墅